通过朋友介绍在那个中系网校 报了一个学历提升 当时说的是2021年的12月份能出证 最后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 他说到2022年的5月份能出 也没有出来 我说不办了 退费 他说可以 他说能退 能退 就叫我们等着等 但到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了 记者陪同郑女士走访得知 承诺给郑女士办学历提升的中系教育 原本的办公地点 郑州硅谷广场壁动702市已经退租 随后 记者通过电话向广场物业了解情况 通过了解我们发现 河南智系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与北京中系科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分公司两家企业 对外都以中系教育集团为名义招生 记者也查询到 目前 河南智系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我们现在也打算马上到环球大厦去了解一下情况 环球大厦802依然是大门紧闭 通过门上的电话号码 记者终于联系到了中系教育 您是那个中系教育公司是不是 跟你联系 联系之前我让他会跟那个上面的这个老板去联系一下 还有一个事啊 你不懂 人那边群里吗 群里不是很多人上大 对 很多人上大 究竟一部分人不懂给他输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